再來看到是中部地區 爆出了年輕人特殊社交傳播鏈 目前包含了這個彰化的社交男 臺中家教老師 還有家教老師的朋友三人染疫 而目前初步調查 他們都曾經參與隱秘性極高的活動 疫調相對困難 彰化縣府在匡列接觸者 一度是聯絡不上兩位的接觸者 協請臺中是來協巡 警方在臺中火車站附近的雷管找到了人 所幸經過採檢都是陰性 彰化特殊社交圈陸續傳出確診者 縣府匡列了接觸者十人 其中有兩人在疫調前 投訴位在臺中火車站附近的這間旅社 彰化縣衛生局找不到人 透過臺中市警政系統協巡 緊急找到這兩名接觸者 幸好經過PCR採檢都是陰性 這個特殊的社交圈最先發病的 是彰化一名二十五歲的社交男 彰化縣衛生局通知臺中市政府 採檢接觸者 後來曾和這名二十五歲的社交男 一起開趴的家教男老師也確診 接著協助男老師搬家的朋友也染疫 交友圈龐大疫調又困難 讓社長盧秀燕也相當擔憂 一度還傳出這個特殊的社交圈 展翼的源頭是和兩名在台中擺攤 但是歸在南投的確診者有關 不過目前台中家教男老師 已經確診了三天 疫調足跡迟遲還沒出爐 確診前去過哪裡 參加過什麼活動 引發市民恐慌 環藥學的美謝憲宗 台中報導